小大大会 今天我要对你做一个采访 就是你在这地球上已经生活两个月了 对地球上的人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想法 尽管提出来 不要害羞也不要害怕 知道吗 有我在没人伤害你 尽管说 大胆一点 说嘛 现在就我跟你 我是问你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看法 你怎么还说起脏话来 小朋友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嚣张 不能说脏话的小朋友 你什么态度 就你会骂人 我不会 听懂吗 我刚刚我也说你呢 说你凡人 你想骂得够我 你那小嘴巴 小嘴说道理啪啪 遇到事情眼泪哗哗 说的就是你这种类型的小狗狗 我先听你说 这回你的小尾巴 知道了 我知道你说什么 这回我知道了 你说对这世界上 人和事物都觉得很美好 特别是像我这样 特别是像我这样 早说嘛 一开始你一直在那里骂 来 来 来 什么狗狗啊 刚说一点好话 就想要一点甜头 叫啊 就想要甜头 是不是 我知道了 都还没有玩了 想叫小伙伴来帮你 我还不知道 小狗狗 小狗狗你也来了 到采访你了 两个一起采访 先结算工资 先结算工资给你们 工资可高了 我跟你说 在我这里 等一下尽管说好话 懂吗 去小狗狗狗狗狗狗je 什么 лег 谢谢观看